欢迎这首诗其实还有一个感慨 按照诗里写应该是儿童散学归来着 你去河边去公园看 很多都是老人在放疯子 这很奇怪 儿童去哪里了呢 儿童没有散学啊 归不来啊 作业太多了 归来了之后 这个班那个班 而且作业做不完 所以读古诗也应该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们古人的那种自然向上的生长状态到哪里去 要让儿童忙趁东风 去放置 释放生机和活力